提起大别山 人们总是会想起77年前那场伟大的千里进军 十二万刘邓大军的主力 正是在这座横跨二亿万三省的庞大山脉之中 正是拉开了解放战争的战略竞攻序幕 但是与它曾经辉煌的红色历史相比 大别山别具一格的山系 却总是能够第一时间吸引到人们的注意 从卫星的视角中可以看到 自西北向东南绵延近380多公里的大别山脉 形入一个巨大的不规则三角形 它的山是从西北路的不到十公里跨度 向着东南方向逐渐增加 但不曾想 就在它伸展至最宽客的位置时 整座山脉却几乎以整齐画意的方式戛然而止 在其东南路留下一道长达两百多公里的笔直痕迹 此时大别山蔓延的山市仿佛被刀屁板南腰截断 而斩断它的力量正是来自地下深处 在人们的印象中很少会将地震相关的地质运动 与我国的中东部地区相连 但是长达2400多公里的坛卢断裂带 则打破了人们的固有认识 这是一条贯穿我国中东部地区的主干地层断裂带 向北它连接伊朗一同断裂带 直抵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向南它的终点正是大别山的东南路 作为我国两大主干地层断裂带之一 同时也是我国主要的地震活跃区 弹卢断裂带长达11年的地质运动 不仅将大别山绵延的山市拦腰截断 同时也直接塑造了大别山的微微之躯 其实早在数十一年前 大别山还是与晚南山区九花山以线向连的一座山脉 之后弹卢断裂带长达数十一年的伸展断线活动 才把大别山与晚南的山区彻底分离 这巨大的撕撤力直接推出了大别山东南路 与断裂带平行走向的山势 同时也在南北两片山区之间 拉扯出一道宽达上百公里的走滑断层带 之后万里长江也加入了这场旷世久远的造山运动 它瞅准实际 借助着两山之间打开了这条天然通道 一举冲出群山的包围 向着东海奔流而去 在数千万年间 奔流的长江曾在这条通道中横冲直撞 它借助着水势田平地窝 冲刷崖壁 把大别山东南路的山势打磨得更为笔直 但这场旷世久远的伟大塑造 还并未就此结束 这条大段层的地质运动 将把挤压撕扯的巨大力量 继续向着西北爆发 它在撕开一道霍克的同时 也在断裂带的西北侧 以平行的方式挤压出上百条褶皱 之后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这每一条隆起的褶皱都化作高山 每一处山间的甲缝都化作深浅的山谷 当它们组合在一起 便有了大别山的微微之躯 超过六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是整个大别山脉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山际范围 虽然它的面积足够辽阔 但它的高度却并不拔尖 复杂的地质构造 让它的山形都显得支离破碎 在大别山区的腹地中 崖壁斗立的山峰 与纵横的沟谷犬崖交错 坡度在四十至五十度以上的斗立风暖 几乎构成了整座大别山 最基本的低毛形态 于是 这凌乱的造山方式 让它的平均身高近在八百米左右 但拔起于我国中部低洼地势中的大别山 依然显得昏然危险 特别是 当它陡立的风暖之间 还助力着巨石缠烟 大别山的形态 将有着更为锋芒的语言 天柱峰1488.4米的海拔高度 并不算高 但它在安徽省 却足以和黄山齐迷 让它名扬天下的 正是它头戴的锋利巨石 作为大别山东段最高的山峰 天柱峰本就高起的身躯 却一反人们印象中山峰的常态 而是把一顶最高达170米的花岗岩桂冠 栽挂于头顶 仿佛晴天遗柱般的局势 陡立在天柱峰苍翠的山边 激烈的地势运动 将它们从深埋的地下 拖掘到上千米的高空 它们宝金魔力的花岗岩基里 肆意挥洒着一座山峰的冷峻与孤傲 事实上 天柱峰之山殿的巨石残岩 在大别山诸多的山峰之点并不少见 而它们正是大别山 经历数十亿年沧桑巨变的一道缩矣 人们在它坚硬锋利的岩层中 找到了28亿年的历史 这极度漫长的岁月洗礼 足以将泱泱山河翻天覆地 而骑袖的大别山 就在这沧海桑田中 彗然屹立 为你们收藏下一座 绚难多彩的 铭山大川 在这沧海桑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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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沧海桑田中